纵观NBA联盟的历史 我们可以将它分成一个个时代 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那么一两个代表性的人物 这些人物展现出来的统治力 是他们所处时代最强的 比如现在一起起联盟第一人 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詹姆斯 现在可以说是詹姆斯的时代 图片来自网络了吗 在詹姆斯之后 谁将会成为未来时代的最佳球员呢 对于这个问题 NBA民宿奥尼尔今天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单近联盟的两名后卫 非常有望领跑未来的时代 图片来自网络在奥尼尔眼中 说起联盟历史上各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首先想到的就是八十年代初的 这一博士朱利叶斯文 然后是八十年代的魔术师约翰逊 之后是九十年代的篮球之神 麦克尔乔丹 再之后是本世纪出的自己和科比 再到当代的詹姆斯 至于未来时代的最佳球员 奥尼尔表示自己认为维斯布鲁克 或者库里加云陶 图片来自网络指的议题的是 奥尼尔并不认为单近被认为是联盟第二人的杜兰特 能够统治未来一个时代 他表示 维斯布鲁克比赛的方式和比赛强度无人能及 而库里则是一名现象级的投手 至于凯文杜兰特 也许他在詹姆斯时代之后会统治联盟一段时间 但他仅仅属于中游而已 图片来自网络相信 球迷们对于威少和库里上赛季的表现都印象深刻 他们的数据确实也都很不错 赛上赛季的常规赛中 威少代表零停出战八十场 场均36.4分钟里 可以得到25.4分11篮板 10.2 助攻外加 1.84场段 连续第二年打出场均三双 而库里则代表勇士出战五十一场 场均32分钟里 可以得到26.4分5一篮板 6一助攻 外加1.57场段 表现同样可圈可点 图片来自网络从球员的时代变更中 我们感受到光阴四剑 昔日可比最辉煌的时代似乎还在昨日一般 转眼间 江姜姆斯也已33岁 而他的时代也终将过去 因此能够见证一名球星的辉煌时代也是一件幸福的事 那么下一个时代将是谁的时代呢 让我们耐心等待 好